好,圖彎,吃飽飯 來開個東西 這個是之前有開箱過一個Truple 那個Bundu的魚尾科技 他前幾天寫信問我說 他們又有新產品 好像也在嘖嘖那邊上 問我有沒有興趣玩一下 打開來一包東西 這個是一個密封袋 我們看這包裡面有什麼 一個氣壓劑 這個好像是求真 氣壓劑求真 然後這邊就可以連到機器上面 這次也是一個充電室的Bundu 那他的名字叫做ATMOS 大氣ATMOS 充電室Bundu 那外盒長這個樣子 打開來 打開來這樣 然後裡面 主體 這是充電室的 那他只有一個按鍵 他應該是一邊吸氣一邊充氣 這邊氣出來 這裡吸氣 然後有四支球針 球針這麼多支幹嘛 他附了四支球針 我在猜他應該是有一個組合 那這個是附了四支球針 可能是想說你球針很會掉 有四支 一般我們球類 籃球、足球、排球 的球針 充電線 是Micro USB的 然後說明書 有英文有中文 還有日文 也有韓文 中、英、日、韓都有 體積很小 他上次集資是另外一個東西 我手邊這邊是上次拿到的 這個是電池室 那這個是充電室 體積比這個還要小 體積比他還要小 這個說只有88克 那這裡是Micro USB充電孔 這裡是充氣的 那下面這邊是吸氣 那這裡還有一個 這個東西是 真空袋 真空袋用的 氣準 那他就是把這邊尖頭插到這 編成這樣子 然後你就可以再把它壓在這種真空袋上面 這種也可以把它鎖上去 然後我們來吸一點東西 好 小抱枕 我們把它放進去 其實這個是一個實物真空袋 手邊沒有什麼東西可以 放進去 夾起來是這樣子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再來就 這個 把它靠上去 我是很懷疑 這整個平的 整個平的怎麼 怎麼吸 我們來看看它怎麼吸 靠上去 剛剛吸半天 因為我吸不起來 這個實物保鮮袋 實物真空袋 吸不起來 原來是 它少了一個類似這種 這種 接頭 那還好 我這邊有那個TROPLE 之前TROPLE有這個頭 我如果直接這樣子 靠上去 我吸半天 我完全吸不起來 可是我如果 加上這個頭 靠上去就可以了 這個是已經吸起來了 我再把它打開 把它洩清掉 好 封起來 那一開始很慢 我以為沒在吸 可是加了這個頭 這頭也只是讓它更氣密而已 有沒有在吸 聽聲音就知道 這個聲音就是有在吸 它開始在動 動 開始在縮 變扁了 好 好 變這樣 然後這個ATMOS 它可以到85kPa 85kPa 相當於15psi 15psi 所以你不要想說 它要去打汽車輪胎不行 但打球類也沒問題 然後把它轉上去 不錯 再附一個表 讓你知道現在的氣壓 好 來 鼓起來了 你看 你看 越來越薄 那這個表 紅色的是psi 黑色的是kPa 5psi 蠻硬的 你如果覺得差不多 好 現在7了 7的psi 按一下 8千 好 打氣沒問題 然後 房間會有這種 大的 收納的有沒有 這個好像是上次那個 Trouble附的 一樣把 這一支放進去 把它夾起來 確定都 然後 夾鏈帶都夾緊 好 我們確定都夾緊了 好 這裡 然後 那我附一個 充氣這個氣嘴轉接 鎖上去 這裡有個洞對不對 就直接插到這個上面 好 好 它開始 濕縮了 有沒有覺得它已經 變扁了 我剛剛忘了計時 差不多是25分 2點25分 開始吸 好 放一個縮紙 現在是 2點29分 已經 吸了4分鐘 好現在2點33 等於是8分鐘 好我們再吸 變這樣 扁扁的 扁的 扁的 小歸小 它速度 雖然沒有非常快 因為我剛剛 花了8分鐘變成這樣 可是如果你出去 呃 旅遊 你想要打包東西 晚上在收的時候 就 這種真空袋帶著 那就插著讓它跑 這樣 然後它是充電室 那我再把它打開 打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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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氣 好 這是簡單的 Atmos 隨身充電室幫扶的介紹 好小 就這樣 那有興趣的朋友 目前在折折有幾支 可以去看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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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 but i'm back again